歡迎來到Walka Loon 我是Walka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Diacron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沒錯,它是80年代早期 Tacolor生產的科幻變形玩具系列 它有什麼特點呢? 其實有幾樣東西可以說 首先,它是一個沒有動畫去支撐 去宣傳的玩具系列 雖然是這樣,但Tacolor拍了很多用心的電視廣告 還有,在每一盒玩具裡面 都會有宣傳小冊子 這些宣傳小冊子,除了其他產品的介紹 最重要是,它會有故事背景的描述 還有一些很精美的插圖 令到小朋友更加投入在這個世界觀裡面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 這個 可動駕駛月 可以說是Tacolor製造Diacron 這個系列的標誌 可動性的,手腳各有一個關節 令到它可以做到一些 步行 或者可以坐進去 Diacron戰機裡面的動作 它腳底有磁石 因為這麼輕的公仔 如果它沒有磁石 根本上它是不可能站穩的 磁石給了它腳底一點點重量 還有,如果你在金屬的表面玩 它就可以站在這裡 除此之外,Diacron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價錢的產品 它小件的也有,大件的也有 可以看得出Tacolor在它的市場策略上 它是挺有精密的計劃 剛剛說有個故事背景 不如我又在這裡分享一下 其實它是藉著80年代的能源危機 去借題發揮的 它就說科學家出資在地心 發現了一種氣體叫做Friesen 而Friesen的能量是核能的十倍 一下子能源危機就解決了 所有的東西也變得欣欣向榮 科技也有千里 地球的政局也改變了 變成由五個主要區分組成的聯邦 而這個聯邦就有一個叫做Landmaster的超級電腦 去聯繫在一起 但Friesen的出現也引來了 沒錯,就是外太空的侵略者 這群侵略者叫做Woroda 他們專門在全羽罩 去找Friesen的一種氣體 Landmaster有見及此 就向全世界的有能之士 作出呼喚 希望他們結合在一起 組成Diacron 當然,故事怎麼寫呢 就是要喝它的 例如它生產恐龍扁機械人的玩具 它就說是因為Woroda 回到古代帶了恐龍來現代 大肆破壞 所以我們就要生產恐龍變機下人的戰士去對戰 例如當它生產Car Robots 即是Transformers的前身 它就說是讓Diacron 戰士可以隱藏在都市裡面 當Woroda 來侵略地球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形去對戰 Woroda 頭的Waru 其實是日文邪惡的惡字 而Diacron 就是Diamond 和Cyclon 即是鑽石和旋風 兩個字合併完成 就是取其意思 好像鑽石那麼硬 和旋風那麼快 又硬又快 而Diacron的發展史 其實由70年代 早期開始說起 Takala 它在那時候 購買了一個 變身Cyborg的12寸系列 是一個由G.I. Joe 改成的透明公仔 購買得不錯 但購買了一段 你知道 總會出現皮態 然後 就出現了Micro Man Micro Man 就是小很多 手掌那麼高 而且他配件多很多 顏色多很多 又不阻擋 當然 當時很受歡迎 順帶一提 大家都知道 Micro Man 在香港 就叫做微星小超人 其實是對的 因為在他的設定 他就是這麼高 他是一個 這麼低的存在 但有時候 我又聽到 有些人叫Diacron 做微星 其實就不太說得通 因為好像剛剛說 其實Diacron 有些公仔 是代表人類的 他是一個近1比60的玩具系列 所以 在無中文譯名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要叫他做Diacron Diacron 問題來了 去到70年代 超級機械人動畫 巨大機械人動畫 紅到發指 每個小孩都想玩 一些可以結合 可以變身的超合金 Micro Man 就有點尷尬 三寸半高的比例 就很難做到一些 可以給他駕駛 而又可以變形的玩具 雖然去到後期 Tacala有嘗試過 不過始終效果 我似乎是 不得心應手 其實Diacron 這個系列 就是這樣來的 還有一件事 是不得不提的 當時Tacala 雇用了一間 叫Studio New 設計公司 去負責Diacron 開發工作 負責的兩位設計師 叫做 公務一貴 和何心政治 即是超時空曉賽 的兩位設計師 當年 何心政治 只有20歲 剛剛踏足社會 三個月 這隻是Cosmo Roller 它是一架戰車 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外型 可能是程爾傑 因為我小時候 在尖東東急公司的玩具堡 對它流了很多口水 你會留意到 我這隻是鴛鴦式的 因為它的盒子 有一個窗戶 令到有一邊受光 它有什麼去玩呢 沒錯 它可以變成一個基地 以及會彈出一個小車子 機地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可以讓人仔坐 但是人可以給你兩個 射飛彈的位置 有一個兩個在前面 以及一個在後面 但是飛彈只給你三個 孤寒到呢 另外有兩塊膠牌 我玩到今時今日 我都不知道這兩塊膠板是什麼 麻煩知道的朋友 好心留個言解釋給我聽 深水清的朋友 可能會留意到 我這一盒是海外版來的 其實當年Takara 有用過很多不同的怪名 將Diacron拿去歐美市場銷售 受不受歡迎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聽說 當時的反應是一般的 我記得我們的大前輩 馮智峰先生曾經說過 草舊玩具可以看到歷史 這一隻有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他是澳門製造的 他的姊妹姬 這架叫Diatran 他是一輛火車 當然他又不單是一輛火車 他又可以變成一輛飛機 其實火車的時候 機頭應該是向下的 這樣讓我玩爛了 所以說彈弓是很硬的 如果你隨意讓彈弓自由發揮 他就會撞斷這件玩具 左右兩邊有飛彈位 不過你要拔出來才能射到 那我就不表演射飛彈了 我免得益地板精靈 接著來到這個很有主角機氣勢的Diatra Battles 也是近年有個Reboot的第一款產品 他是由三架戰機組成的 每一架戰機都有合金部件 你知道我經常說 重手一點可以加分 很老套 結合的程序很簡單 首先要先拿走駕駛員和飛彈 好奇觀 對 好奇觀 好奇觀 再加一個拳頭給他 那就大功告成了 沒有什麼可動性 他的特別之處是一個三合一的合體機械人 根據網上的資料 他當時是很受歡迎的 亦都令到接下來 Diacron主力去做一些變形或合體機械人玩具 好了,來到戲玉了 Robot Base Diacron玩具系列中 其中一種最大的玩具 他是我的初戀 因為我父母小時候 行公司會把我安置在玩具部 他們走完就會接我走 我不記得是大人百貨還是大大百貨 玩具部裡面安置了一隻 經常一個星期會去朝拜一次 我嘗試用念力去把具為己有 沒有成功過 唯有現在來彌補 首先你看到包裝 你看到裡面的全相 你看到它閃亮亮 還有構造好像比其他超合金複雜 還有包裝旁邊 你會看到它有什麼 技術 就算你不能玩 小時候也會有無限下相 下一部這張相 我到現在看到 我都覺得是漂亮得飛起來 好了 剛剛都說過 Diacro的玩具 可動性通常都是偏低的 其實那個年代的 可以變形或是合體的超合金 可動性通常是比較低 他就 手肘 角頭可以動 腰身可以轉 就是這樣 來到邊形 變形很簡單 輕輕地把前後腳分開 這樣 另外 頭部可以放下 讓它不太像一個人 這個是療妄台 這裡 最好玩的司令部 另外 大腿下面 也有兩個位置 放下來 像樓梯一樣 小時候也夠玩 可以幻想很多東西 這個位置 再裝一支炮 裝左手還是右手 就隨你了 他本身跟了五個駕駛員 紅、黃、藍、綠、黑 據聞是因為他本身的概念是來戰隊 所以就拿了戰隊的顏色 司令室和肩膀有些金屬片 令到駕駛員更容易站上去 這個位置有少少連動 你可以這樣轉 另外 腳這個 也可以把飛船彈出來 還有 還有 大腿兩旁的兩個火箭筒 可以放一個人仔 你就可以把它插在套上 又是讓你把駕駛員 不知什麼情況之下 需要這樣彈出來 有很多東西玩的 不過還有一件事 以前的卡通片 很流行示駕駛員 如何攪拌一段時間 才能進入機械人 這裡就給了這件事玩 是一堂梯 走幾步之後 就有一個伏手電梯 這條膠帶 有某些地方有鐵片 所以駕駛員可以站在這裏 當你找手攪拌紅色的按鈕 就可以把駕駛員攪拌入機械人 後面攪拌 駕駛員就可以在前面出現 你說是不是很頂人 還有一件初代的Diacon產品 是我台面沒有的 就是PowerDays 是一個基地仔 加一個車仔 加一個人仔 吸索加包裝 是相對上最便宜的產品 很諷刺 當年最便宜的 就是今時今日最難找的 我幾年前好像見過一次半次 然後也沒有再遇上隨緣 這一節就先講到這裏 如果是有草開Diacon的師兄 又或者是你小時候有玩過 我換起了你一點點回憶 又如果你不認識的 看完之後有一點點興趣 也歡迎你留言 大家出水 再次多謝收看小弟的Walka Lon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玩具TV 繼續支持玩具日報 下次見 拜拜 拜拜